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靜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憑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世界首富 兼電動車救世主兼推特老闆 現在說話不一樣 現在 有沒有發覺他收購了Twitter之後 報光率比以前更加多 沒錯 原來他又得罪了烏克蘭 之前有兩次得罪烏克蘭 第一,將星鏈的服務撤走 第二 就是 四大公投區不如 在 聯合國監督之下給他們公投一次 當然 這件事 令到很多人相當不驚 這次這次 可能更加多人生氣 什麼事呢 就是 烏克蘭的Twitter用戶 沒有辦法用手機號碼 登入或者註冊帳戶 推特 已經停止了 接受烏克蘭 移動電話用戶 用他們社交媒體的平台 沒有了 反正登入不了 以及 是註冊不了 如果你用手機的話 說明是如果你用手機的話 我們看看 原來 這個 烏克蘭的 媒體 今天烏克蘭 正規媒體 就說 Elon Musk 所掌控的推特 已經關閉了 從烏克蘭驗證帳戶的可能性 並且 限制新帳戶的建立 註冊新帳戶的時候 不再可能 指定 因為它下面 你記得 Twitter 當然很久之前我是註冊 它有一個 電話的 那個 區號 原來 是不見了烏克蘭的 這個加 380 這個沒有了 你們是多少 加0 加60 加60 為何我們加61和你們很接近 和你們很接近 大家已經注意到 這個問題 對於推特的 瀏覽器版本 或者是手機 應用程序 都有影響 與此同時 為何他們那麼生氣 為何俄羅斯加7那個人 即俄羅斯的 俄羅斯反而有 我卻沒有 沒錯 是保留在這個推特的 手機註冊列表當中 他們用戶可以輕鬆地 進行註冊 和登入 當然 很多人說 你究竟說什麼 有一個 團隊就叫 unit4.com 這個團隊 其實原來 這個是 烏克蘭國營媒體 就說 喂 為何你要這樣限制我們 你是不是想 限制烏克蘭人向全世界 揭露 俄羅斯的罪行 更加人說 Hello Elon Marks 看來 我們烏克蘭人 沒辦法再用 烏克蘭的手機 進行 驗證 或者雙重認證 烏克蘭 已經不在你這個推特的 驗證名單當中 今天烏克蘭這份 官媒也說 馬斯克在他們的 社交網站頁上 宣佈 嘩真呀 會帶來很多驚喜 原來這個驚喜 就是Ben叫做烏克蘭的手機帳戶登入 當然這個究竟是不是真的驚喜呢 因為Elon Marks是沒有解釋的 之後 在這條推特發布之後 其實這個社交平台 也是很搞笑的 是封鎖了全球大概30家 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流量 最多是在亞太地區 沒多久 我們看回推特 對於這些營運商是解封的 並且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路由配置是更新的 真是不好意思 對於 烏克蘭來說 不用擔心 我們看回 問題 不是改了 是問題依然在 哈哈哈哈 Elon Musk 有人說 你已經成功這樣 是滅聲 尤其是當時他建議放棄克里米亞 所以有些人說他是鵝粉 說他撐我 猛撐我 我覺得他什麼粉都不是 他是自己粉 為什麼呢 他有眼球他就吸的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東西 他有眼球他什麼差都吸的 就這麼簡單 當然 還有一件事挺好笑的 現在 你知不知道 現在推特是拍賣他們辦公 的資產 辦公室的資產拍賣 因為他炒了很多人 包括咖啡機 投影兒 練 那個雀鳥的標誌 你也可以買到的 我們看看 Elon Musk 近期 將推特公司 他說得很好聽 這些是Heritage 只是一個廚藝來的 這些 流下來的遺產 你不是拍賣了嗎 原來是呀 說真的你是不是那麼等錢花呢 應該也不是 我覺得他是什麼 不想見到舊東西 新人事新作風 現在我說怎樣怎樣 賣的東西是什麼 他就放在 就放在 推特公司 當然 幾百件這些公司資產 就放在 將推特公司幾百件資產 就放在 網站上 都叫做 便宜賣自賣 有咖啡機 這個辦公 卓椅也有 要不要用呀 投影兒 還有 辦公電腦 甚至 連這個 藍色雀鳥的 logo 這個雕塑 也是有的 辦公電腦入面的資料 麻煩你清 清得乾乾淨淨才好 是 是的 這次 原來 人們計算原價 為加加賣賣 都值幾千到幾萬元美金 不過 很多東西的抵價是二十元 拍賣而已 可能還可以升 很多東西是二十五到五十元起價 這次的拍賣 是會到明年的一月十七號 打算買一隻雀鳥吧 我訂 真的 真的 至於 這件事情是不是關於 馬斯克想大量削減開支呢 推特是沒有回應的 當然 最搞笑 推特沒有回應 但是那間拍賣公司的CEO 這次拍賣 跟推特的公司財務狀況無關 任何人暖差 都是傻的 說真的 你拍的都是幾萬元美金 馬斯克過千億美金身家 幾萬元美金對於他來說不是錢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象徵意義 我覺得是一個象徵意義 他就是想 跟別人說現在 我負責一些舊的 不要 要了 當然這次拍賣 有人說這些是推特公司 在加州 三藩市總部 多餘的辦公室資產 因為炒了那麼多人 真的用不到 這也是 這也是 他又難得 叫一些回收公司來搞 可能也想跟 跟民眾有些接觸 還有有些新聞可以出來 阿鼎你對呀 你從這個方向想就知道 為何搞那麼多事情 最重要是有新聞 最重要是眼球 可以叫公司搞的 你幫我清掉這些 換一批新的 那些你就會回收 就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搞 又拍賣又抵價又多少 不用的 其實 拍賣的有辦公室 卓耳 還有智能電視也有 投影儀也有 他就說跟蘋果不適合 其實他很多是 iMac電腦 可以說以前而已 我想到了 他早前跟蘋果不適合 賣掉這些東西 現在和好翻了 不要那麼小器 一場不適合 還有其他東西 他還賣 雪櫃 還有就是 BBQ爐 還有 薄餅焗爐也有 也挺厲害的 也有切肉機 我想他是不是想 反正也沒有那麼多人開工 這些廚房設備不用了 另外 也有些員工的休閒設備 比如是咖啡機 還有 休閒的座椅 還有 手機充電的 插座也有 那些不值錢的 他有推特的標誌 OKOK 不過我又不是推特員工買來做什麼 想問一下 有桌球、撞球桌有沒有 沒有 還有這個 你知道 有些手機充電 可以踩一部單車 發電單車 OKOK 小英比你更厲害 用外發電洗手機踩單車 我們也再看 還有一些有紀念性的東西 就好像有一个一米高的蓝色雀设计 推特的雕塑 和一个巨大的 这个标志的雕塑花 花篮也有 原价当然是 原价比 现在拍卖价价低很多 好像咖啡机 它拍卖出来,抵价说明 抵价 咖啡机它买得很便宜 如果它那部 它那部是commercial 原来那部咖啡机 只是 起拍价 说明起拍价不代表是$25 因为它是那些 真的咖啡店的机器 起码 一到两万银美金 记住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是 明年1月17日开始 第二天 晚上10点就结束了 当然Elon Musk自从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之后 为了削减开支一系列活动 其实最大的削减开支就是炒人 这个肯定的 亦是取消推特公司免费午餐计划 更加 是 推动这个Hardcore 的 很厉害的企业文化 叫你加班 哈哈哈 之前的这个炒人 他就说 对不起 鬼叫你们这么鬼流吗 每年亏了400亿美元 我就别无他选 只要炒了你们 不知道他 记得他以前没搬过升盘入推特 是 会有一回将他卖了出来 不奇怪 最重要 有这个什么 最重要就是有这个sensation 大家最重要是注目就可以了 我最重要是sensational 大家看到我 好触目好注目就可以了 其实这次拍卖外界亦都说 是否想削减开支 不过敢说 拍卖网站的 老头反而代马斯克说 不关事的拍卖和推特的 财务状况就没关 其实很少钱而已 对了 他亦都说 你想想推特440亿美元他都有钱给了 你在网上几张椅子几部咖啡机几部电脑 就算了什么钱呢 所以 如果有人觉得买几部电脑和椅子几部 好像 是 很大件事 真是好笑 到目前为止 马斯克 就未有回应任何 这个罪问 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回的 我觉得他一定会回的 是的 绝对会回的 你和我想的一样 你和我想的一样 因为 你想想 他做这些事其实 老实说 这些 对于他的钱来说 就不是钱 你说他是沽寒 还是阔佬 没人知道 其实他 很多事情 你想想捐款那些 他有捐款又好像不是很大额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沽寒还是阔佬 当然了 你说他会不会是一位 比较喜欢吸眼球的人 绝对是 不用说那么多 他每件事都为了吸眼球 当然有些事情都是正事 但是更加多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营销的手段 当然我都希望收到一些便宜的咖啡机 但是咖啡机很大 是人家那些 是餐堂的咖啡机 有整张梳化那么阔 正常的家里 也不需要那么大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买咖啡的人 是不是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